樹上開滿了紫色的花朵 整片的花海超迷人 讓遊客忍不住拼命按下快門 這裡就是這兩年淡水屯山裡 新興的熱門景點 紫藤咖啡園 一年只有開放45天 今年從3月15號開始開放 而根據原主表示 從今天起一直到4月2號 就是今年花況最高的時候 好 那我們這個花園 是從姑姑中搬過來 到現在已經有4年了 那這裡面的花 紫藤花總共有400棵 全國唯一我們這邊 種10年的紫藤樹 裡面又有紫藤墻 又有紫藤隧道 今年花況是往年來最漂亮的一年 打破了一般人對於紫藤的印象 原主用高超的園藝技巧 花了10年將爬藤類的紫藤 種成了紫藤樹 也成了原理的一大特色 原主表示紫藤樹 今年的花況是10年來最好的一次 枝頭上茂密成串的紫藤花 也讓來訪的遊客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紫藤樹也是滿困難 因為它紫藤每天長20公分 必須不斷地修剪 不斷修剪把它塑造成樹 就是故意不讓它攀藤 它自然會塑造出一個很漂亮的紫藤樹 但是它必須要很長的時間 很大的樹幹才能夠作成紫藤樹 因為它樹幹是軟的 所以要它過粗才能夠作成紫藤樹 至少要10年以上的時間 才能夠塑造成這樣子 因為我很喜歡紫藤 而且紫藤花就是很美啊 我從台北車站那一帶過來 我兩年前來過 今年花礦你覺得 今年花礦不錯喔 現在差不多盛開 很棒 值得推廣 因為花很多 而且都開得非常的漂亮 大批的遊客拿起相機 在紫色的花海中穿梭拍照 甚至還有人撿起了地上的花瓣 拍成愛心的形狀 微風吹來 整個園區充滿了紫藤的香氣 原主也表示 今年花期預計開放到4月20號左右 想要感受浪漫的紫色魅力 民眾可千萬要把握時間 趕快到屯山來走一趟 記得陳柏惟帶點水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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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 可愛